小丸有大力,省工,省时,又省力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周苏芬 欢迎收看绿风龙夜为您播出的第15期每周回顾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力丸在山东葡萄的效果 回放时可见大力丸葡萄整体长势好 叶片密集度较高,我们来看看以下的视频 看看大力丸在葡萄上表现 左边是一个月之前用过的,一株丝粒 右边是没用过的,看一下整体的长势 这个用过的,看看一下这个叶片的密集度 这个葡萄的长势 明显要比右边的长势要好一些 看一下,这个没用过的就是筋杆啊,叶片啊,叶片少 而且叶片比这个,这边的叶片要小 这边的叶片要浓绿一些,然后要,叶片要多,要旺 这边用过的就是效果要差一些 此外,大力丸与长龟肥的葡萄叶片在33度的高温保晒了3个小时 长龟肥的叶片一手捏就碎,而大力丸叶片捏后迷睡 这表示大力丸的叶片保水性好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这是33度的高温 这个是不是用大力丸的叶片 这个是用大力丸的叶片 大力丸辽宁葡萄最近也进行了汇访 视频中的大力丸葡萄过力大小均匀 颜色明显,是否看了这个视频后也想吃葡萄呢? 大力丸辽宁辽阳战将进行一场大力丸苹苹果王大赛 这比赛将以苹果国型、果重、糖分及外观颜色来评选 千元大奖等你赢取 所以别懂了,快来报名吧 在陕西的大力丸苹果最近也开始转色了 大力丸苹果转色也明显均匀 我们来一起期待收成的时候吧 换个焦点 最近在河北进行了大力丸现场观摩会 和农户们分享大力丸在作物上的作用激励和效果 废石作为载体 把大力甲这些元素吸附涂成 造成这样的一个链 而这个粒,就是这个粒的外观 广西安树二代木最近也进行了汇访 在汇访时 农户表示100亩安树只需23代大力丸 就等于0.16吨 减少了13倍的常规肥用量 同时也大量减少施工肥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你几乎一共是9毛了 差不多一百毛跟这 差不多一百毛 几乎一共用了9毛打几乎 23包 23包 那个去年 你之前去年用了什么肥料 安树肥 100元安树肥 去年用了就等 去年用了就等 去年用了大概路段费了哦 应供花九千元几乎 五千多 走到九天 五千元安树肥 五十公了呗 五十五公 五十公大概一天就一百块钱 哦 用大力丸 23包 可能就五公 嗯 二十一公 二十一公 剩到差不多一百了哦 那哪里剩了呢 千一两千块钱 对啊 千一两千块钱 把镜头转向台湾 台湾屏东联屋 最近也进行了回放 果农表示 使用大力丸的叶片效果非常好 我们来观看以下的视频 哦 我们今天在这个 屏东果园这边采访 我们的莲物的果农 那我们这边用的一个情况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 好的 嗯 现在这个用的月份 大概是六月份 那他六月份用的 现在展现出来的效果 就是他的结尖 不会说 像一般的快速肥哦 抽很快 他的结尖太长 就没有意义 那结尖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短哦 那他这个都有 养分都有吸收得到 然后这个叶脉也呈现 非常好的一个 叶片是新早了吧 看起来比较大 对 他的肥厚度也相当的好 那叶脉的 微量元素的含量也很不错 那你看他这个呈现红色 表示这一个的 小丸有大力 神功 损失又胜利 今天的每周回顾就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